來我請教務長東 這個案子真的是空前的詭異嗎 你的觀察是什麼 沒錯 其實從時間脈絡來看 這個案件在二零一八年二月的時候的話 這個潘小穎 他被他的男友陳同家遇害在臺灣 可是這個時候第一時間的時候 因為這個時候沒有任何政治性 他就是一個單純的兇案 所以說臺灣警方他的態度是什麼 在三月四月七月的時候 都希望香港要司法互助 這個時候國民黨人在哪裡 不見了 完全都沒有提 然後這時候香港政府 消極不處理 不回應 這個時候馬英九在哪裡 韓國瑜在哪裡 完全沒有討論這件事情 接下來到二零一八年十二月的時候 司令制建築也充氣成同家 結果香港在二零一九年三月 今年的時候才修改了這個逃犯條例 其中最關鍵的是說 他把中華民國跟對面的中國 視為同一個國家 所以說這個條例是一個 暗渡陳昌的條例 一旦過了之後 不管是臺灣人或是香港人 涉嫌在中國犯罪 都有可能被送到中國去 所以說從時間點上來看 什麼時候再產生一個政治性 是從香港主動發動 香港政府主動的把它染紅 讓這樣的一個犯罪案件 變成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 針對這樣的事件 第一時間香港民眾 就有反送中的這個活動 結果柯文哲就小波浪 韓國瑜說他沒聽到 然後到了現在才配合林鄭月 演出這場戲 為什麼說是一場戲呢 我們來看一下有趣的事情 這個這一位陳同佳 他是被說服要投案的 說服他是誰 是這位北京政協委員 管浩敏穆斯 這個穆斯的穆斯 這是他的政協委員 是怎麼來的 其實在網路上面 大家早就把他的底起的 一清二楚了 什麼意思呢 他過去的時候 就對非常見智派 也非常親中的人物 他曾經說了 其實香港人跟中國 就像主人跟貓 香港只是貓 你乖一點的話 主人就會給你填頭 又或者是說這個香港特首候選人 由中國決定 沒有關係 反正大家只要能夠投票 也算是真普選 更誇張是什麼 林鄭月娥在參與特首選舉之前 曾經有一個這個提案是說 要建立一個宗教事務法 去管把他的政治黑手殺到宗教裡面 宗教界人士是一片反對 連林鄭月娥這個時候也說 這件事情可以告一段落 我先不提了 結果有一個人 他完全的挺林鄭月娥提案 就是這位管浩銘牧師啦 也就是說他是透過 報林鄭月娥的大腿 在隨後馬上就擔任了 北京政協的這個委員 從這樣的一個脈絡來看 你不禁會去懷疑 那等一下 那這個牧師管浩銘 在這一次這個陳同佳嫌犯 說聲稱有意來台灣投案 管浩銘又扮演什麼角色 他扮演就是說 在事前的時候呢 他就說服陳同佳 可能用他的這個宗教的力量 去改變他 然後呢接下來的話 他說要隨同陳同佳一起來 可是剛剛也提到一個 有趣的事情是說 如果香港政府目前的狀況 是沒有辦法處理陳同佳的 陳同佳出來就自由自在 他為什麼要到這個台灣來 再者香港目前沒有死刑 台灣是有死刑的 按照中華民國這個法律 他可能判死刑 所以唯一一個很合理的解釋是什麼 就是陳同佳如果留在香港 他可能受到待遇比死刑還要慘 可能會變成服屍 可能會被自殺 這個就是陳同佳 他的理性考量上面 為什麼選擇到台灣來的一個原因 也就是說 他如果在香港的街頭 在茶餐廳那邊吃飯 香港的黑警就把他帶走了 所以陳同佳看到這個事情 他當然覺得說 我來台灣說不定還比較安全一點 這個才是整個帶人尋味 背後的原因 還會被我們隨意 看的 什麼事情 啊 是啊 稍微